現今牛肉排搭配生菜洋蔥 眼前這一道起司漢堡 是不少天母人從小吃到大 如今卻傳出莫莉小吃店 將在三月底正式熄燈 主要原因就是退休 就是保持還有一點體力 然後照顧老公 漢堡店開業四十多年 高齡八十二歲的莫莉阿姨 每天親自到店裡坐鎮 工作一整天 加上自己搭車通勤一兩小時 年邁的身體越來越負擔不了 店裡掛滿美軍報導 或美國人稍來的感謝信函 莫莉漢堡在一九七九年開業 由莫莉阿姨跟四位合夥人 一起創辦 經歷修業 改店名 股東也都另開分店 但老客人都認為 還是莫莉小吃店的風味最原始 這已經吃了二三十年了 所以說跟其他兩家的莫莉漢堡比起來 我覺得還是這家的味道最特別 最好吃 有點難過 對 因為小時候就很小的時候就吃過 老鄰居也深感惋惜 說莫莉漢堡過去在極盛時期 上門的客人十個有八個都是外國人 國內的漢堡先驅吹席燈號 讓天母人記憶中的老味道又少一家 三輪學習文翔 科普學台北 直播到